這個是東吳大學的外送區 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先在那邊入口處做了一個燈箱 上面寫外送等候區 然後這邊又多一個紙牌子 甚怕大家看不到 又多加一個外送放置區的一個牌子 最後是這個外送參加區 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它還有給外送員溫馨的小叮嚀 總共有四點 那不得不講 就是跑外送跑這麼久 東吳大學這個是做得最棒的 最優秀的 各位朋友我現在人在明正西路上面 那我剛準備要往赤峰街方向去走 要往老地方去 結果就接到了 沒錯 一轉過來馬上接到米六十歲雙齡店的這個單 現在4點48分 也要大概講一下 就是我呢 這個禮拜二跟禮拜三呢 因為這個 這個燙是都有超標 所以我今天呢 沒錯 再跑六燙 我就會拿到燙獎 所以今天我應該就是 屬於 採取這個佛系跑法 佛系跑法 也就是都不緊張 這樣 然後呢 今天天氣非常好 結果我沒穿襪子出門 又接到一單 OK 夾單 因為我今天開自動接單 剛講到今天天氣很好 結果我沒穿襪子出門 因為我以為今天晚上應該也會下雨 所以沒有穿襪子 哇 很麻煩啦 唉 好啦不管啦 我現在去接單了 好的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南洋街 剛剛就接到兩單 然後最後一單就往這邊送 這樣 所以 現在 五點十四分 那今天我有講佛系跑啊 所以我現在就是 慢慢的在這邊 晃一晃 佛系等單 反正今天就是 跑了六趟 那就打標 還不錯 那今天也是要完成 昨天沒有完成啊 昨天我本來講說 我就是在 1.5公里內 的這個接單跟送單 我就是人力財 不開店門 這樣 但昨天後來下雨 下雨就沒有辦法這麼做 這樣 所以那我今天我就來試試看 不過今天就修改一下 一公里內 一公里內的這個接送餐 沒有啦 沒有送餐啦 東西收到身上 還是趕快給客戶送過去 一公里內的接單 那我就人力 人力慘 這樣子 對 兒子 是 嗯 左 在 左 看得到嗎? 呼方達做了一個好大的廣告 在這邊 呼方達的廣告 呼方達很有錢啊 叫呼方達送 他們還請五月天代言 聲音公司真的太有錢了 各位朋友 我在哪裡 佳心街這邊看到一位夥伴 腳踏車夥伴 他是LanaMove的帶子 然後他其實是E-Quick的車 停在這邊 各位朋友我現在人在動畫難路一段 跟市民大道交叉口這邊 那麼現在是8點41分 我已經下線了 我已經下線了 今天晚上不得了 今天晚上系統 對我非常的好 一直為我單 把我拉了台北市到處團團轉 這樣子 那今天主要是跑101周遭 還有就是這個東區周遭 這邊的這個路線 這樣 沒有錯 我已經完成我的那個 234的燙搶 並且拿到了 而且今天還跑了17趟 那今天原本的這個燙 就是為了完成燙搶的 其實只有6趟 剩下的全部都多賺 這樣子 還蠻開心的 還蠻開心的 這個禮拜二三四 這個沖這個燙市獎 就結束了 其實我講老實話 我其實默默完成第二個十趟 現在第三個十趟 剛開始一趟 這樣 我是很擔心 雖然說這個 這個第三個十趟 剩下9趟就可以拿到470塊 但我講老實話 我的這個燙市 要是把它沖完的話 我下禮拜會有跑不完的燙 那就慘啦 我是希望能夠一直維持在45就好 那我每天都有一個15趟的動力在這樣 今天 今天算是有點超過 今天有點超過這樣 因為 跑到第二條 第二條 不知道是不是 不知道是不是正確的啦 但是我的經驗 跑到第二條 就有點危險了 就有點危險 就 極有可能下禮拜 我的這個燙市會不會往上提 有點擔心 有點擔心 但是 讀讀看 希望下禮拜燙市不要被往上提 我就維持45趟就好了 234 45趟 OK 這我可以接受 好 那麼 今天 鬆菸這邊 鬆菸 因為今天 我有接蠻多鬆菸的單 鬆菸的單 今天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 鬆菸這邊 欸 我畫錯了 我已經畫了 永期路上去 太遠了 不管 反正今天鬆菸的單 蠻多的 這樣 然後都沒有人去收 沒有人去收 應該講說今天蠻 今天蠻多餐廳 都有很多單 沒人收 大概大家以為今天會下雨吧 所以大家可能很多人沒有出來跑 所以 呃 反正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因為可能是下雨 當然以為會下雨沒有出來跑 又或是什麼 不曉得 不管 反正今天 有蠻多餐廳的這個單 就是餐點放在那邊 都沒有人去收 然後 那個 鬆菸那邊比較好玩 看到我來了 好像還蠻開心的這樣 好啦 不管啦 那我今天就跑這樣子就好啦 啊 這跑照顧我 我下禮拜就有追不完的趟次啦 好 那明天繼續 好 各位朋友 我在大直橋喔 我準備要上橋回家 然後看到 沒錯 這邊有一台摩托車 已經被燒了金光 這應該是造勢車啦 出車或出道 哈哈 燒掉 不要騎這麼快 哈哈 訓練滑龍舟 滿有趣的